谈到旧爱张玉燕,谢祖武竟说她是情商。张玉燕终于忍不住松口当年分手内幕。原来当年。 演艺圈的银幕情侣多,有人修成正果一同步入礼堂,也有不少对最终恋情破局一分手收场。 然而分手后,还能打放回忆过往的还真不多。 张玉燕1996年以《红楼梦》林黛宇一脚走红,接住更以本兔剧京士其妇的苦难奠定一线女星地位,相信大家都对她的脸孔不陌生。 虽然张玉燕后来淡出台湾演艺圈,但当年她与谢祖武那段三年的恋情,总是让大家感到惋惜与好奇。 谈到老情人张玉燕,谢祖武日前受访时更直指张玉燕是她的情商,此言论也无意见勾起了观众这两人的过往恋情,好奇他们当年的分手原因。 张玉燕这个月刚度过50岁生日,祝言又说得她出现在媒体前仍是当年的女女形象,一点也看不出实际年龄。 对于谢祖武说她是情商,张玉燕受访时笑住反驳,她装什么可怜,我财商里,都小时候的事了,大家还是很好的朋友。 接住,张玉燕,张玉燕终于道出当年两人分手原因,因为当时我同时压八点档和九点半档的戏,没日没夜的拍戏,她也很忙。 原来两人无法继续相爱的凶手是聚少理多。 后,媒体问张玉燕和谢祖武会不会再合作?张玉燕也大方表示,我们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,很了解彼此,又是和平分手,若再合作,也不奇怪。 两人分手后还能当好朋友,大方谈过往事,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件事。分享出去,也给他们一个赞吧。 。